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我们的简报啰 那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所谓的学习 我先要问你大家一件事情 你觉得现在学习开心吗 这很重要啊 学习要开心要快乐学的会比较好 可是快乐不见得 不见得就是就混过去就好了 就叫快乐嘛 要学到东西啊 学你有兴趣的东西 那先调查一下好了 因为其实很多人像我自己也是这样 你知道我大学念什么科系吗 你不要以为看到我现在在这边 我念的就是这一种 我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我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我相信各位应该有听过很多人是怎样 大学也好 研究所也好 甚至念到博士的 结果从事的行业 有没有跟他所学的完全不相干 有没有 很多对不对 你也是那一种的吗 因为来不及转系嘛 来不及有两种 一种是了解自己的兴趣太晚 一种是成绩没办法达到那个标准 所以转不走 只好继续结束为止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让各位比较开心的学习 所以不管你要不要出国都没关系 因为其实不管你学什么科系 现在网路上各位 你们现在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 学习资源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随时可以出国 你不知道你每天都在出国吗 你上网 有没有网站很多都在国外的 你每天都出国耶 很忙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啰 这个呢是这一期的那个亲子天下的 也就是说 现在的学习方式 我相信各位也许应该也有听过 所谓的翻转学习 或者所谓的 是在家学习 有没有 现在有些学生呢 他就不是走体制内的 不是走体制内的 他有些家长会有所谓的实验学校 他们带他们去 像华德福啦 对不对 之类的 带他们去怎么样 用不一样的方式 在体制外的方式来做学习 所以未来我们的学习 事实上会比较所谓的个人化 不像现在都是统一的 你看你从国小到一直到国中 这九年 叫一贯教育嘛 学的有没有 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对一直到高中 有的开始会什么 高中高职 对不对 本科到大学面分的更细 分的更细 但是在你的学习过程里面 不见得都一定是怎么样 进度都能够随时跟在 老师的学校所规定的进度上 因为有的学的比较快 有的学的比较慢 可是因为我们有一定的进度 所以变成怎么样 这个来不及学会就丢掉丢掉丢掉 结果丢掉很多之后 怎么样 到了以后要用到的时候 哇糟糕 我对这数理特别没兴趣 有没有 或者我对文科特别没兴趣 因为我都背不会 可是结果那个并不是我们最主要的 所以有些时候很多是在你学习过程里面 把你的兴趣怎么样抹杀掉了 所以现在呢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 学习会是个人化的 你可以看你有什么样有趣 有兴趣的你可以去学习 当然不代表说各位就要很偏实 我只读文科 我只读理科 我有兴趣的 其他我都不用读 也不是这样子 但是呢 找到什么让你有兴趣的方法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 现在各位有没有人有修福系的 没有 没钱 没时间 是这样吗 这两个都是一个因素之一嘛 但是还有一个 成绩也要够才够修补系 有些科系有规定 你成绩要多少才够修补系嘛 那问题来了 你今天不管你念什么系 请问出去之后 一定会找那个系所相关的工作吗 不见得 甚至有时候不好找 对不对 有时候也不好找 那 所以现在其实很需要什么 跨界的 也就是说你可能同时需要 有 比如说你可能是理工的 可是某些比如说 那个其他相关的 或者是甚至不相关的一些领域的 你有兴趣的都可以啊 比如说你有音乐的专长啊 或者音乐兴趣啊 音乐有没有可能以后在你的理工方面发挥帮助 也有可能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可能 所以不要只是偏食我只吃这一块 这样以后你会发现会很吃亏 所以现在事实上是需要跨界的一个探索 再来就是这个啦 非线性的升学 最近的新闻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有一个是什么 高职的部分 教育部这个礼拜在推出的一个方案就是 希望高职生高中还没有啦 高中本来就要升学嘛 可是现在高职也都是鼓励升学啊 高职生他希望说 你不要先升学先就业 有没有 先就业然后他补助你 让你先去探索一下自己的性价 你觉得说你所学的 有没有跟你所要做的工作有相关的 有兴趣的 那你进入职场之后重新再回到什么 再回到学校里面 你再来做走升学 你会更清楚你的方向 所以其实在欧洲很多国家 他们是鼓励什么 就是你要升大学之后会有休息一年吧 让你去做所谓的探索 探索 所以这个呢是以后呢 其实真的蛮明显的 会是所谓的非线性升学 那还有一个新闻 在你们那个简报上有的 不是那个新制图上面有的 我看一下我放在这里 在新制图上面 应该是这个 这个是新制图的 成大进来了 在这边 最上面有没有看到你们自己 手上那一个 最上面那里 不过你们的是一个 我这是两个 对不对 你们上面一个灰灰的这一个 我这个应该稍微放大一点 不过我看一下 好吧 我从另外一边 pdf pdf 好在这里 看不到 好吧没关系啦 好那我就直接用讲的比较快 在这里 就是这个礼拜 成大开始一个什么 告诉各位说 他开放一个东西叫做 校友也可以来修福系 这家 有没有 不限休业连线哦 所以不管你是 就是毕业多少年了 你可以依然回到学校 继续选修 因为其实大家很多都发现了 出去外面职场工作之后 真的只有专业不够 比如说他可能有工程的专业 可是他做专案管理 甚至什么人力的管理 是不是也是需要 对不对 所以说他可能需要再回到学校里面来修课 所以这个呢 是在国内里面 在大专教育里面 算是开第一枪的 以后这个会更多 这个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的时候的 推广教育中心一样 学校都有 可是呢 他又把学分的部分又带进来 等于说推广教育他所能够做的 他是一般的比较多 但是这边他会包含的所谓的学位的部分 等于说 除了你的学习的这个能力以外 他还给你一个学位证明 因为辅系的部分是有所谓学位证明的 所以有些人他可能公司上会有这样的需求的 诶 成大这边他就首创这一个部分 好 那 跟各位分享了这些之后呢 我们就来再往下走咯 好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呢 Mox 所谓的摩克斯 真的叫做进行式 就是 因为呢 大概是从2013年开始 2013年 开始呢 就有 比较大规模的 就是这种所谓的开放式的课程 开放式的课程 那你看Mox 就是所谓的大量 开放的线上 开放的线上课程 开放的线上课程 那么 摩克斯的演进的话呢 您可以稍微看一下 实际上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像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摩克斯 刚开始的时候比较是所谓的 OCW 叫做开放式课程 那这个呢 在国内的各个学校很多都有 很多都有 OCW 你可以找到 在这边 是从1999年开始 麻省理工学院所提出来的 他等于说 比如说你看我们 假设我们现在在上课也好 或研习也好 这个课程的内容 本来是只有教师的同学可以看得到 对不对 可以参与嘛 那他就透过像我们教师后面那个 那个摄影机 所以就把现场拍下来 对不对 所以在做这种大学院校 在做这种所谓开放式课程的时候 只要跟老师 确认好 我可以公开你的课程吗 老师就OK啦 就没有什么问题 反正他上课方法没有任何改变 我还是用我的方式上课 只不过多一台摄影机把它录下来 把它录下来 所以这个是像这样子 那所以很单纯 那原则上 这些都是免费开放的 免费开放的 那 国内呢也有很多 很多的这一类的课程 你看 在我们的台大 正大 郊大 清大 中山都有 那我们中正有没有 哈哈 其实中正也有 中正也有 只是有一些他可能 课程没有开放那么多 那所以呢 这里呢有两个 也许您待会也可以去找一下 就是这里 有没有 有开放式的联盟 这些呢 他就把所有的那些整合的 就让你一起 等于说一个入口网站这样子 那这个网址呢 您可以到哪里去看 在这边 在我们的这个one note里面 您稍微到这边看一下 我把这些资料整理在下面 往下走 往下走 一样式的课程 Open OCW的部分 那么我们再更进一步来看一下 欸 MOS 就不大一样 因为刚刚那种 比较属于单向式的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学习 就老师在上课讲 同学在下面听 就这样子而已 当然你把它当演讲来看 也是一种方法 对不对 可是 跟老师是不是就相对 比较没有太多的互动 所以呢 再把它往前演近一点 就变成所谓的摩克斯 那这个呢 摩克斯的话呢 它就是属于 像我们刚刚跟各位特别提过的 其实我把我每一场的演习 我都把它当做一个MOS 我只是放的地方不一样而已 放的地方不一样 那你看一下 它就是用五到十分钟 去讲一个什么主题 讲一个主题 那变成一段一段的影片 所以呢 你要学习的时候 就会更清楚 看得更明白一点 再来 因为呢 早期 我们刚刚OCW 很明显看到 就是单向的 所以呢 MOS部分呢 它会很清楚 要配合什么 线上的讨论或回馈 也就是说 跟你真实在上课 有点像 有点像 我先问一下好了 有没有同学 有上过摩克斯的课程 有 有没有做互动 有 对不对 请问一定是18周 为什么我对18周 特别讲出来 请问同学 你们平常上课都上几周 大专以上都是18周 对不对 国中小就是到中学这一段 应该是到21周到22周 21到22 他们比较长 所以你看大学 暑假没有放比别人长一点 有嘛 所以每个学校是开学时间都不一样 国中小就是都统一的 都统一的 好 那这个呢 还有什么 还有线上的同载的学习跟讨论 所以 有的他也甚至会做所有分组 但是很少 大部分都是以个人为主 大部分都以个人为主 那甚至有的需要做什么 虚拟的线上实验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所以看每个课程 那这个里面呢 这里还有一个什么 线上的练习还有评仰 等于说 你来这边也是要交助业的 不管就是怎么样 可能有线上的测验 有线上测验 会比较多的这些互动 让老师可以知道说 到底来上课的同学 学习的情形怎么样 学习情形怎么样 所以 那原则上呢 刚刚有特别提过 MOX课程 不一定18周 为什么 因为有些 有些课程 比如说 我锁定这个单一个主题 可是我大概五周到九周 这个主题就讲的差不多 那 摩克斯就可以开这样的课程 所以你会发现 在上面很多的课程名称 通常比各位平常在系上 修的那个课 名称至少听起来有趣多 这样了解 等一下我们会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那再来呢 有些课程 你通过测验以后 还会给你什么 所谓的学习证书 它不见得是代表 就是你的那个学分 但是就是有一个证书 表示说你怎么样 已经通过这个了 通过这个 那因为呢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配合什么 智学 因为智学有些时候需要什么 需要一些证明 他才知道说你到底有没有通过啊 有没有通过 各位有没有听过 空大 空中大学 你知道很多人上空大是怎么上的吗 电视开着 然后呢 电脑他也开着 用耳朵在上课 不然就是那边开着 梦听而已 实际上就是真正的进度 可能也没有在看 也没有在看 那在我们这边的话呢 因为他都是线上课程 所以你可以 原则上你可以 看你自己的喜好时间 有的人觉得晚上我比较清净一点 对不对 那有的觉得早上我头脑比较清楚 你就可以选 你要上课的时间 听不懂 直接把老师reparate就好 这样有没有比较简单 好 那看完了简单的这个介绍之后呢 那台湾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方 有这个所谓的摩克斯 有 你可以去找一下 一个呢 是我们所谓的摩克斯的线上入口平台 就是你看到右手边这个 这个 那它比较是属于整合式的 等于类似一个入口网站 不过呢各位 很多课程你在这里是找不到的 很多课你在这里找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教育部有补助的才会在这里 没有补助的有一些它事实上是散落在各大学自己的摩克斯平台上 所以不要只有来这边 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入口 因为有时候你要找比较方便 这是一个 再来呢 青椒的 有个叫浴网 依旺 那这个呢也是比较综合式的平台 前面这四个 我们现在所看到前面这四个 其实都是比较属于综合式的 下面其实这几个都一样 都一样 事实上不止这些 不止这些 所以等一下呢 一样的 您就是到我们那边 稍微再看一下就知道了 像下面还有什么 实践的 我这边就没有放进去 还有什么台北艺术大学的 有很多都是自己学校已经有建一个平台 有建一个平台的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进去 好 那国外的当然也很多 国外的很多 那目前在国内 这个都是属于免费的 都属于免费的 可是国外有没有付费的 有 真的有付费的 所以我说你现在 真的要学习国外的一些 选举国外的课程 我相信你在这里有付费 绝对比你坐飞机去那里住在那里 花的钱还要少 花的钱还要少 那 KOSLA EDS 可汉学院 有没有听过可汉学院 翻转学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可汉学院 那再来呢 这个中文翻作优达 然后这个是英国的 这个是英国的 所以 等一下呢 我们会带各位稍微去看一下 现在先把概念呢 跟大家稍微介绍完了之后呢 你看 这里还有大陆 我必须跟各位讲 大陆 牧母课的流行程度 参与程度 比台湾 热情的多 因为他们的课程更多 而且选修的人 绝对不会像他那么少 台湾一门几百个人上千人 就算是很不错的课程了 可是呢 你到国外参加的 或是像大陆的 可能都有上万人的 就是热门的 都有上万人的 当然我必须说啦 真正 认真上完课的 据统计啦 我看到的资料 认真上完课的 不到百分之二 到五 有的是一开始选很多嘛 像我就选很多啊 可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一次上完啊 所以说其实很多都是 一开始人很多 然后后面就慢慢的就凋零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 总是多了很多的学习的一个管道 那一样的 大陆也是有很多这种 所谓的你现在看到这几个 都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类似入口网站一样 他帮你整理了很多 各个大学的所谓的募课 这样的课程 那你可以在上面直接 注册之后就可以使用 目前大陆也有部分 课程是属于付费的 部分很少 很少 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 绝大多数免费的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都可以一起过去看一下 OK